大家好,我是Grace J 但並不是要讓大家覺得說 聽了我選的歌,你馬上就可以開第三眼 跟馬上進入到迷想狀態 我想要把大家以往對結局到結局這種形容模式所改變 想給大家了解到說 我當時每一首歌 我那個時候的心境跟 我的感受跟我聽人歌之後有什麼樣的感覺 到現在我可以慢慢去發覺出 我的問題點跟我要如何去體驗的這個過程 因為大家都會忽略到先去了解自己 而想直接跳到結局 這是所謂的為什麼大家都會網路上尋找說 聽了什麼音樂就可以馬上開第三眼 到我想要馬上聽,馬上有這個感受 然後馬上有感受就可以馬上解決事情 但是大家都會忽略到那個所有的過程 過程是最重要的 這是所有一切生活的累積 我不會特別針對說 怎樣的冥想音樂才能讓你快速的進入到狀況 因為我覺得是取決於個人 然後我分享這個清單我會開放在Spotify 還有一個list 所以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那我之後我在下面的那個說明欄我都會附註 所以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先看一下說明欄 然後再來跟我留言發問 首先我大概先介紹十首 目前我最有印象跟我喜歡的歌 One 第一首歌是日本的創作女歌手 他叫Chara 在當時非常有名是因為他的聲音是甜美又充滿有一點煙嗓 他不會讓你覺得是那種焦滴滴到一個撒嬌到不行的聲音 他是臉在自然流露出他嚮往美好生活跟渴望被愛 我當時非常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我記得是在我國小的時候聽 那是我姐之前介紹的 很多其實歌手都是我姐介紹的 我真的覺得還蠻好聽的 所以我那時候很喜歡在睡覺前聽 因為我覺得會讓我很安心的露眠 每次都聽到 再來第二首歌是瑞典的搖滾二重唱羅克賽感覺 所以大家也可以聽聽看這首歌 我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我印象還是很深刻 再來第三首歌 地球這首歌算是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他在主唱龜子在裡面 他最後聲音發高的那個感受 讓我會覺得 對就是 是有點那種腰棍 釋放說身上的那種力量 好像只是要衝上天際那種感覺 就是我可能 好我可能有點 明煉像這種聽音樂的滋味 所以這首歌是我那時候也是非常有印象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安斯納美會 那其實地球算是我還蠻喜歡的樂團 尤其是這首歌 大家一定還是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我要在這一篇介紹音樂 就像是一開始我所描述的 我簡單分享 我當時聽音樂的那個情況 跟聽完音樂帶來的感受 我用音樂這種媒介來練習 自己療癒自己 因為它正好是反射出當時 我的心境 所以延伸到 我從回想以前的記憶中 去找尋問題的根源 進而想辦法說 我想要改變 到後來療癒自己 這次算是一種 讓一般無從 從冥想中獲得解答人 的另外一種辦法 所以我很歡迎大家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練習做自己的 從音樂中的體會 新的轉變 到後來發覺出適合自己的音樂 第四首歌 再來第四首歌是 呃 綠洲的Wonderworld 有滿不經意 好像不在意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心裡是 內心空派嗎 可能是這麼說 有一點壓抑 然後又有一點想要當作是 漫不經心的表現出來 有點像我自己的個性 就是有時候 其實我內心在意的要死 但是我的刻線會有點逞強跟很堅 所以我會表現出好像一部 無所謂的感覺 所以它這首歌有點像是 抒發到我內心原本的感受 往外的形式 然後第五首是 阿尼茨莫塞特 它的小碎藥丸 當時我那一首 我聽到這首歌的專輯名稱 我想說 怎麼會這麼酷叫小碎藥丸 它這首歌是叫做 So I really want 比較幽默 去諷刺時事 然後想要把自己的感受唱出來 然後又有一點那種欲句懷疑的感覺 好的我是這麼覺得 所以在當時我很喜歡他這首歌的那個曲風 跟整體他給我的感受